最後一個資料處理的任務 好,這個資料處理的任務啊 這個...我先直接跟大家講說 我們的預設情境啊 沙昂傑克我們找到的是哪些病人有問題嗎?對不對? 沙昂傑克是這樣 但是我們並不知道是哪幾病有問題對不對? 那現在啊,我們假設一下 就是...如果你是... 這個資料是醫院要跟健保局要前的一個情境這樣子 那假設你是健保局的時候 你不給錢的時候當然會說 這個...這個病人我全部都不給對不對? 這當然是...你要懲罰嘛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現在是醫院的話 你現在就遇到一個問題 我知道我做錯了一些事情 可是我可不可以... modify一下資料對不對? 當然那個日期是不能這樣亂改的啊好不好? 但是...我能不能 modify一下資料 我本來規定說是要這個... 間隔...兩個月對不對? 啊如果我... 其中第一筆跟第二筆間隔一個半月 第二筆跟第三筆也間隔一個半月 這樣我第二筆刪掉是不是就沒事了? 對吧?可以嗎?可以理解我意思 可是如果你直接全部都相減的話 你會發現每一筆都間隔一個五月 這樣不行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的目標 就是我們如何modify資料 讓我們獲得收益的最大化 這樣可以 好,那我們先把檔案讀進來 好,來,我們來把檔案讀進來啊 欸,為什麼一直不能連線 好,應該可以了 來,看一下 好,我們把檔案讀進來了 那我們把檔案讀進來以後 首先啊,我們一樣先做前面的這個處理啊 這個我們上捷克教過了嘛對不對 先把Date不屬於我們的把它去掉 然後Levels,Patient,Unpatient 這些都是我們要的 好,不過 我們現在是要把Data刪掉嘛對不對 所以請你改成 先創造一個新的變相 先創造一個新的變相喔 就是改成這個樣子 好,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有一件事情大家要 就是在我們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想一下這件事情 就是你要先記住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要記住什麼事咧 我們要檢查的日期間隔 不是要檢查 當下的日期跟前一筆的日期 不是要檢查這個對不對 是檢查當下的日期跟前一筆有效的日期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你要搞清楚今天跟上個禮拜最大的差別在這裡 這樣可以 好,那我們要怎麼確定上一筆是正常的咧 我們是不是要逐一檢查 不是,第一筆一定正常嘛對不對 那第二筆我就要檢查它跟第一筆是不是正常 是不是 是不是符合兩個月的規範 那如果不符合咧 那我就把第二筆刪掉 那第三筆就是跟第一筆檢查 那第三筆假設符合了 第四筆就跟第三筆檢查 一直在推下去,這樣可以齁 好,所以這個是我們所有設計的任務裡面 應該算最難的一個了啦 就是 你應該這個東西也會做的話 大概就沒有什麼事情做不了了 目前還沒有想到更難的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任務 你首先你就要先有一個地方去記錄 這個 這個日期是不是正確的日期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這個 這個要找個東西去記錄這件事情 這個涵蓋了我們前半學期幾乎所有內容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所以我們就開一個新的Variable 新的變項叫做 WrongDateInterval 怎麼也有段啦 只是說不了了 這個 這是 是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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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右斷線耶 這次是...等我一下 好,那我們先...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 就是我們現在要做這種任務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一個病人跟病人做 因為不同病人他的日期怎麼可以互相一起算 所以啊,我們需要先選個病人出來 那I這裡你可以打任何一個病人 那我們這邊就隨機的挑一個I點的第五個病人開始 這學校的網路好像不太行 好,現在可以了 這是第五個病人,這樣可以吧 好,第五個病人我們現在 把它全部打開來看 我們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筆跟第二筆是不符合的對不對 可是這筆就要符合了對不對 那下面兩筆看起來都沒有辦法跟這筆比 這樣可以齁 好,我們先知道答案了 我們再來做會比較容易一點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 首先...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之前我們都是開一個新的Data的處理 對不對 之前我們都是把這個東西變成一個賞Data的處理 可是今天我們要直接改原始檔案 今天我們要直接改原始檔案 這是最大的差別 為什麼? 因為我要... 我所有Information都在原始檔案裡面 對不對 所以我要直接把這個東西填到我們原始檔案的這個東西裡面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你看我今天之後 我假設大家現在對這種複雜的所影都已經是非常清楚了 至少了解它的邏輯 不見得寫得出來 但是至少了解它的邏輯 好,這樣子我直接把右邊的東西打到左邊 它就會直接打到那個大資料表裡面一個特定的位置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首先 先來跟大家講 第一筆是絕對正確的 好,這裡 我們現在把這裡改Rong Date Date Interval 它是不是就變成五個NA了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然後我們把這裡的第一項 第一項它一定不是Rong 一定是False 這樣可以嗎? 所以 這樣子我把它打完以後 大家看喔,大家看效果 我再給大家看一次 這個 就是 如果一次看三個Variable的時候 這一格是不是被我填入了False 好,所以 這個 是不是鎖引完之後 我又鎖引了一次 來記住這個用法喔 鎖引完之後還可以再鎖引一次喔 鎖引完你已經把一個Data Frame 變成了一個Variable 而且這個Variable順序還不是照牌的喔 它只是其中的D41到D46 這樣的一個位置喔 然後你還可以再去鎖引這裡面的第一個 然後把東西傳過去 它一路會傳兩層回到前面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這個 這種 就是這種雙鎖引的用法 會比較容易方便我們去建立那個邏輯 好 那接著 這個我們了解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檢查第二筆 第二筆跟第一筆 是不是日期相差超過兩個月嘛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要比 來 我們現在要比一件事情喔 就是我們第一筆已經正確了 那我們End Date這個我們要先 End Date這個東西我們要先留著嘛 對不對 好 End Date這個事情我們先留著 因為End Date 這個 等一下我們回圈就是要走End Date 然後我們K等於2開始 好 然後大家看一下K等於2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比 K 這邊 我們是Date 它是Date 我們首先先這樣觀察一下我們的Date 我要比的其實是 我們把這兩個Variable一起叫出來好了 這樣比較容易看 這樣比較容易看 我們要比的是 這一筆跟這一筆相檢 對不對 可是我先 這邊我們有一個邏輯大家先思考一下 如果這一筆 如果我們到時候這一筆填進來 它一定是Rone的嘛 它是True嘛 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就要變成跟 上一個False的比 注意一件事情喔 是上一個這裡是False的 來跟現在這一筆來做比較 這樣可以理解我意思喔 現在這一筆怎麼找咧 現在這一筆不難找 就是 這樣Date 當下這一筆就是K筆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那上一筆怎麼找咧 我們需要先把 需要先利用這個所以 大家看一下 這邊怎麼寫的 來 False Dates 就是 所有 符合條件的Date 等於 等於 Data裡面屬於這個病人的 Data 屬於這個病人的Data 同時 Rone Data Interval 它是等於False 而且不能等於NA 這樣可以吧 這樣子的話 你會得到 你會得到 你會得到剛剛那一筆 你會得到剛剛那一筆 就是321這一筆 這樣可以嗎 然後你要拿的是 last 你要拿的是最後一筆 你要拿的是最後一筆 那所以你就是False Dates 然後它 跟它的長度同樣位置的那一個 鎖印值 所以它一筆就是鎖印1 對不對 它兩筆就是鎖印2 得到的last date 然後接著 這就是 當前的Dates 對不對 當前的Dates 我要跟那個last date 做相減 好 減掉last date 減掉last date以後 我是不是就會得到 這個 這個 K我還沒下 好那我們來K 那我是不是就得到五期天 五期天不合法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幹 我就是 問他說這個difference 是不是小於等於60 好我把小於等於60這件事情 填回到 DK一個 Long Interval 好我們這樣全部填完之後 給大家看一次 我們目前的狀態 好這是我目前的狀態 對不對 這是我目前的狀態 這個是False 這個處 這樣可以嗎 好接下來我們在第三筆 再做一次這樣可以嗎 我們再看一次 好 這個是不是又False了 對不對 好接著第四筆的時候 關鍵出來了 第四筆關鍵出來 我們做一下 到這裡你看FalseState這裡 它是不是現在有兩個日期 這個可以理解嗎 然後接著 我們對它 所以最後一筆 它是不是就 你看現在是跟這一筆比 這樣可以 好 然後接著 相檢 做完以後 我們再看一次結果 這一筆是不是又被填上初了 所以這一筆是不是又是跟它比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整個思考過程 你現在 你現在已經把主思路想好了以後 你應該不會覺得這件事情很難 那其實它就是不斷的去使用索引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現在想要找的是最後一筆 有效的日期對不對 那你就先把有效的日期抓出來 在這裡 這樣可以嗎 然後接著再去找 那最後一筆是哪一筆 最後一筆的日期 你就找出來 然後跟K回圈 第K一筆資料相見 這樣是不是 就全部解決了 這樣可以吧 如果你上節課 學習 有到位的話 你應該不會覺得這一節課 你應該覺得這一節課 你上節課 就是稍微多一點點 東西在裡面而已 只是稍微多這兩個的組合在裡面而已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但是這個ndate要大於1 首先我們要先包回一圈 包回一圈不會太難 就是4 好來看著我怎麼打囉 可以從多少 從2開始到ndate 對不對 好從2開始到ndate 然後我們把這邊放進來 然後接著 if 小括號大括號 來if什麼勒 if n.date 大於1 大於1我才要做這件事嘛 對不對 他只有一筆我就不用做了 這樣可以齁 他只有一筆我們就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放進來 好那接著 好接著我們是不是 接著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比較 這個就可以把這個i回圈把它打包起來 這個i回圈怎麼打包 for 小括號大括號 i i in 1到多少 n.patient 對不對 這裡有 n.patient被我刪掉了 這裡 1到n.patient 然後我可以把這邊全部複製起來 這樣可以吧 好這就是我們完整版的一個語法 對不對 好我們來再重開一次好了 真的是他又發生什麼事了 好來 好來 真的是 真的是 這網路真的很奇怪 我等一下再處理好了 好來 我們就先給大家練習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要練習什麼勒 就是 你首先第一個 你有沒有辦法 就是 你前面完全就是 我希望你不要 我希望你不要就是去 試著去 就是直接用貼的 好不好 你試著 從上一節課的結果開始 你從上一節課的答案開始 然後你看看有沒有辦法改成這個樣子 改完了以後 你再來改 把它改到EGFR的變化量 因為GFR的變化量 上個禮拜也不是說 單月變化協率 大於2 我們就要把它去掉 我們就要把它 這個人就是有問題 你要被highlight 可是現在變成說你可以把檔案刪掉 為什麼要刪掉 因為有時候為什麼會超過二樓 主要是 這病人可能 剛剛去住院 對不對 他住院的時候狀況就會變差一點 可是他 出院了以後他就恢復正常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所以說 請大家試著 就是來做一下這件事情 好 那各位同學 我想 我想就是 這一題的關鍵 這一題的關鍵應該是 這個 就是在這裡 我們需要把這個 就是 相減之後的這個 就是Date 相減之後的Date 這裡 要把它轉換成數字 這個跟上節課 應該你遇到的狀況是一模一樣的 那當然就是 呃 就是 你如果說 對這整套流程 就是還不是那麼熟悉的話 我覺得 可以就是 你可以再看一下 這樣子 然後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資料整理的部分 到這裡為止就結束了 那 所以 可能如果 你最近比較忙 或什麼 其實你也不用急著說 一定就是要把 這一題學會這樣 因為後面跟這個就沒有什麼關係了 好 而且我常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 我之前的教學今天是這樣 就是常常有同學 但 今天這一節課 或者是明天 或者是下個禮拜 下下禮拜 回頭看這裡還是覺得很難 可是 也許到 第11課 第12課 或是在更之後 他那個時候回頭看 就覺得簡單 所以 就是 我們可以先就是 反正你就先記住 整個 我們 資料處理是怎麼去執行的 我們的整個邏輯是什麼 我們的整個邏輯其實很簡單 就是 你要對你 output 產生的 格式 你要有一個清晰的理解 你要知道他長成什麼樣子 那接著拆解他的步驟 然後寫成所影 之後我們還會練習到類似的技術 但是 不會這麼的 就是 不會這麼的 就是 一定要 就是用 這麼少的工具去解決它 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今天有一個很重要要教的東西 就是 我們要教大家使用套件 為什麼咧 因為 之前我們有發現一件事情 比如說我們在找植數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發現 這個 程式碼的原理可能差不多 但執行速度好像差很多 對不對 還有包括 還不是只有 找植數的時候 我們還是用數學的方式去省略符咒 對不對 那在做這個 就是 這個 就是合併檔案的時候 我們用到的知識都是不一樣的 我們用到的知識是 節省記憶體的方式去加快速度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 每次你想要增加速度 那是不是 你都可能有一個什麼知識 你不懂 所以你就不會 對不對 好 所以我現在要跟大家講的是 從今天以後 我們基本上 不會去教大家 具體的程式語言的執行過程 因為在邏輯訓練的部分 我覺得我已經做了足夠多了 而 如果你只是要讓程式動起來 我覺得你應該做得到 頂多就是很久而已 很久 在 各位目前這個階段 大概不會覺得是一件 太重要的事情 因為 你們現在可以接受他跑 他那個程式執行一個月也沒有關係 我現在要請你找到 這個 這個 離100萬最近的直數是哪一個 他程式要執行一個月 就執行一個月 對不對 有差嗎 對不對 應該沒有差嘛 對不對 所以對大家來講 現在能動比較重要 可是很久很久以後 你可能會發現 速度很重要 因為100萬以內的 最近的直數 你可能等一個月等不到 那我現在問你 這個意義 按照你本來程式的執行過程 可能就等不到 你需要很多額外的知識 去增加他的速度 好 所以現在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是 我們目前比較可行的方式 是用操的 不是 用學的 因為知識太多了 我們要學習如何操 怎麼樣操勒 就是 這個程式的語言的中間 它是個黑盒子 沒有關係 可是你要知道 它Input跟Output 因為之前我們那些核心函數 我還是教你們這些東西 你要知道它Input跟Output 然後你這樣才有幫它組合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學習如何操勒 好不好 來 首先你要先安裝的套件 叫Data.table 這樣還以為裡面怎麼安裝套件呢 你打開你這裡 然後右上角有個package 這個地方 請你按install 然後打上 像以這裡來講 就是打上Data.table按install 或者你可以用執行這段程式 執行這段程式 你也可以安裝套件 那因為我的電腦已經安裝過了 所以我就不再安裝一次了 你要確定你有沒有安裝成功 你可以直接打Library 你可以直接打Library Data Table 如果它什麼警告都沒有 或者是它就是 它如果沒有Arrow的話 就代表它是可以的 如果像一定沒有 這邊掃個1一定沒有這個套件 對不對 我們現在按ROM 你看它就會出現Arrow There is no package code Data.table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請你 請你嘗試 這個先安裝套件 我知道有一些人有上過 機器學史 那時候已經教大家裝套件 但是反正無論如何 先確定所有人的套件都裝起來 好不好 好安裝完了以後 接著我們來看 感覺一下它厲害在哪裡 就是我們之前讀檔案是用Read.csv 對不對 然後 我們先 我們來計算它的時間 然後我們來 讀這個檔案 我跟大家講 大家不用貼在這裡 這個沒有必要 這個我只是想要Demo一下 就是這個套件有多厲害 好 我們直接 我們來嘗試一下 就是Lessonate 好 同樣都是讀檔 讀檔這件事情 你們應該沒有覺得有什麼了不起的 它就是讀檔 對不對 好來你看 它需要耗時1.59秒 那如果我用 Data.table來讀 有一個函數叫FRead F就是Fast的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 它要多久 大家注意喔 我只是把 我只是把這個函數換掉喔 然後 它不需要輸入這個參數 我們來試一下 好 你看到這個差距了吧 10倍速 10倍速 再多幾次好了 看到了吧 有時候還是20倍速 它的速度真的就是10到20倍 那為什麼會快這麼多咧 為什麼會快這麼多 我只能告訴大家 你們就會把它想成 裡面是個黑盒子就好 裡面是個黑盒子 然後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R語言 它其實是一個速度很慢的語言 R語言很容易寫 你們第一次接觸到的語言是R語言 就是你們 我不確定你們有沒有上Python的課 你有上Python的課嗎 還是Python是下語席的 Python下語席是不是 R語言跟Python都差不多啦 都是屬於比較 就是比較 接近自然語言的語言 你現在懂我意思嗎 目前 就是至少在 去年以前 我都還可以大聲的講說 這個R語言是最接近自然語言的語言 對不對 但是那個 我看現在ChurchGTE好像已經可以開始用 自然語言寫程式了 可以用自然語言寫程式 就是你跟他講在做什麼 他好像 他好像就真的可以做出什麼了 對不對 更自由對不對 那 所以也許 以後 最方便的語言就是 你直接用ChurchGTE下程式指令 但是 你應該可以理解一件事吧 ChurchGTE要下程式指令 他是不是首先要先經過的過程 把你講的話翻譯成 程式語言 然後他才能執行那個程式語言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R語言 要真的執行到這個機械碼 他其實中間有很多過程 這樣大家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R語言其實是一個速度很慢的語言 那這個FREAD 他應該是用的中間 速度比較快的語言去執行這件事情 然後把它複製到R語言這裡面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這個 我們發現速度差很多 那 如果你仔細去看它的這個物件格式的話 你會發現有一點點不一樣 Class 你會發現這邊多了一個物件格式叫Data Table 這是一個 Data Table裡面的一個特殊格式 你要把它改掉咧 很簡單 你這邊就是給它下一個參數 我不要讀成Data Table 我要讀成Data Frame 這樣就可以 這樣配合 這個應該就是很簡單啦 這個沒有什麼好在貼的 可以吧 而且這個套件 我想要給大家Demo的指示 其實用套件沒有想到困難 就是 它那個程式嘛 你只換一個程式碼而已 對不對 然後它整個邏輯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Input跟Output 中間它做了什麼改進 這件事情我們交給它就可以了 我們根本不需要理解 好 兩者還有不完全一樣 還有一些東西要改啦 這個都不重要 好不好 那Write.csv也可以改成FWrite 速度也會快20倍 這個我也不Demo 這樣可以齁 好我今天要給大家 儲存 儲存格式還有其他方式 就用Safe這個函數 這個 這個我還是得教一下 這個Safe這個函數 是以前我沒有教過 以前我沒有教過 這個函數很重要 因為以後你們要寫自己的網頁的時候 你們有時候 會需要暫存一些東西 那你有沒有發現 每次檔案寫出去之後 它就變成直接指定 回來以後 它有很多Data都消失了 就要說假設你現在有個Data Table 你指定第一個 第一個Colent是 那個Logic值 第二個Colent是這個Factor 第三Colent是什麼 它每次讀進來 你是不是都要重新下這些指定 麻煩 所以你要怎麼樣完全保留 R元裡面的物件屬性 你可以用Safe這個函數 Safe完之後 你會得到一個類似這樣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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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吧 然後你把它清空 然後我們點一下 點一下其實就是按Raw 就是Raw的這個函數 Safe跟Raw的這個函數 它直接把這個物件給叫回來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如果你想要暫存R元的物件 你需要用Safe跟Raw的這兩個函數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它的速度也非常快 因為它直接存取R元的東西 標準格式 不需要翻譯 好 那我們來給大家一個練習二 就是寫套件這件事情 我教大家說 我現在教大家這個套件 好好把這個套件好好解釋 或者說這個套件總共100個函數 這100函數分別做什麼 我跟大家講交過 所以你們需要做的事情是 如何讓自己學會使用套件 所以我出了一個題目 就是請你試著做一件事 就是R display image 你Google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頁面 它會說你要怎麼樣在R元 你會讀這樣的物件進來 你可以用下面這個語法 你可以點這裡 你可以點這裡 去訪問這個網站 它這邊有語法可以貼 好我希望你做出什麼事情 我希望你 把這張圖片讀進來 讀到R元裡面並且呈現 或者是你可以隨便去下載 網路上下載一張照片 你下來Snoopy也可以啊 對不對 下載神奇寶貝也可以啊 對不對 還是現在比較流行的是哪一個卡通 我現在想不起來 年紀大了 好 隨便你要下載什麼都可以 隨便下載一張照片 隨便下載一張照片 在R元裡面把它顯示出來 好不好 那 我希望大家 五分鐘之內就全部都會了 頂多等到十分鐘 好給大家一些時間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啊 就是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個練習題很簡單 很無聊 但是我跟大家講 這件事情其實最重要的 就是 這個 全團工程師你有沒有發表的意見 應該 就是工程師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抄襲一個東西是抄襲 抄襲十個東西就是原創嘛 對不對 可以嗎 這個我是 我現在講的是真的喔 就是在 在寫程式這件事情 你不要擔心抄襲啊 好不好 這個 寫程式的課程 跟這個 跟那個什麼 叫你寫那個什麼 國文作文那不一樣的喔 寫程式我跟大家講啊 如果你今天讓我打分數的話 我鼓勵大家抄啊 不要浪費時間寫那種 前陣已經做過的事情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然後 來 那我來 在最後教大家一個東西 就是 我們 以前如果要知道 這個TestName 裡面有幾個東西 我們是不是要組合三次 先Factor 再Levels 再Lens 這是不是 看起來 這個語法看起來就很複雜 而且最複雜的事情 是什麼 跟大家講 最複雜的事情是 今天 你首先要有個Data 1 對不對 你首先是這樣打對不對 Test TestName 你這樣打完之後 你是不是要先打 喔我要Factor 那我是不是這樣打 Factor 注意看看我是怎麼打 我是不是要一直移動前後 然後接著我再打Levels 對不對 可以嗎 我這樣的打法 是不是 是非常的不直覺 非常的不直覺 非常的不直覺 那如果 你有 預示能力 你一次要從頭打的話 你就要這樣打下來 這樣是不是 你又要有很好的思考 你就沒有辦法順著那條線思考 所以這個程式 不但複雜 而且又 就是不但複雜 而且又 違背我們的思考邏輯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要怎麼解決這件事情 解決這件事情的方法是這樣子 就是 你可以 先Factor 然後存成一個物件 然後再Level 再存成一個物件 再Lens 但是這樣子 是不是會存下很多垃圾 好 我們要怎麼解決 來 有一個套件 這個套件啊 我 為什麼要教這個套件是這樣 因為以後 你去超人家程式馬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人用這個套件 然後他的語法會長成這樣子 他的語法會長成這個樣子 來我們先看一下這段語法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他最後的結果其實就是 把TestNet丟到Factor 再丟到Level 再丟到Lens 最後變成N-TestNet 可是這樣 我現在從頭打一次 你就會發現這樣打是直覺的 Data1裡面的TestNet 然後%大於% 然後Factor %大於% Levels %大於% 那個Lens 這樣打是不是直覺的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吧 而且他好讀對不對 第一個東西丟到第二個 函數 丟到第三個函數 丟到第四個函數 所以以後我希望 這個是增加程式的可讀性 以後你會發現很多人打程式 都是用這種方式打的 這種方式 你第一次看到你會覺得 這是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懂了以後 你應該會覺得很簡單 他還有很多種打法 因為有時候一個函數裡面 他可能有很多參數 所以你可能要給他小括號 然後告訴他點 點的意思就是 前面的東西丟到點這個參數上 我們以這個函數為例 這個函數有XAB三個函數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打 你要把1到5丟在第一個地方的話 他就這樣打 丟到第二個地方 他就這樣打 丟到第三個地方 就這樣打 這樣可以理解吧 出來的答案 出來的答案 你大概可以看出來 就是符合你想像的樣子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好 來最後 來這個最後就是 你如果還有一些其他的打法 不過這個 以我來講就比較少用 最常用的是這個 因為這個最直覺 你如果這個的話 他就是 我把A A我add1 就是加完1之後 我又把它回寫到A裡面 這樣貼得懂我意思嗎 那這樣子的話 不見得好多多少 你完全可以寫成這樣 你完全可以寫成這樣 就是 我們現在先貼這樣子 你這樣貼 當然A馬上被改成2了 看起來很方便 但是你完全可以寫成這樣 A等於 A %大於% add1 然後A 對不對 那寫出來完全一樣 這樣寫法沒有比較不合邏輯 因為你一開始寫的時候 你知道是左 右邊的東西丟到左邊 你左邊要叫什麼名字 你可以先打 對不對 這樣寫其實沒有比較不自覺 只是說 偶爾你在超程式碼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符號 那你要記住 他是這個意思 有偶爾你也會看到這個符號 他就是鎖影的意思 這樣打其實也沒有比較好 你看 我直接Data 前號 TestNate 那意思跟這個完全一樣 所以這樣打其實也沒有比較好 可是你有時候會看到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 好 那我們今天 就來 如果你要增加自己的可讀性的話 你可以把前面的程式語言 全部都改成這個樣子 這樣子其實讀起來會方便很多 來首先第一個 asDate 以後把它變成Date 把它寫回來 接著 asFactor 在Levels之後 得到Levels Lens Levels Lens 以後變成這個 依此類推下去 你用了這個符號以後 你會發現 你的程式語言 變得很好讀 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 弄得很複雜 感覺不好讀 好 這邊我就不示範了 好不好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來 我最後 我今天要給大家一個結語 然後送大家去示範 就是這樣 這個 你應該到今天為止 之後我們就會教大家很多新的函數 一次一節課就會教20 那你只要記住 Input跟Output的分別是什麼 這樣就可以 然後你會自訂函數對不對 自訂函數我有教過 你可以把一大串程式包起來 所以 像今天我們的練習題 它看起來有四行 程式語言對不對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包起來 路徑進去塗出來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 你現在要知道的是 你必須把語法 一大串語法 視為一個整體 視為一個整體 你只要知道Input跟Output是什麼 然後你學習如何去抄襲 那抄襲為什麼 我們在程式語言的學習部分 我會一直強調抄襲的重要性 因為你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這個如果你要重新 你要做一台汽車 今天就算你真的想要做一台汽車 你沒有必要重新發明輪子 對不對 這句話是程式語言裡面 很就是一個很 很常被講到的一句話 輪子沒有必要被重新發明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那當然啦 就是輪子 那是因為有很多人在賣輪子 所以你可以直接去買 但是如果你發現 你找不到有人在賣輪子 或者是賣輪子的人知道你缺輪子 然後就賣得很貴 那這個時候 你其實是可以靠自己的能力 把輪子製造出來 這個是我們在這節課以前 學教你的事情 我們教你的事情就是 不斷的用小語法 然後把它拼出來 跟好像給你一根木棍 然後叫你生火 感覺差不多對不對 就是在一個很苛刻的條件之下 把事情做出來 這件事情是你的基本功 但是在往後的日子裡面 我不希望大家遇到問題的時候 第一件事是想說基本功要怎麼做 你應該是先去Google 找一下人家有沒有規法可以抄 這樣懂我意思嗎 然後你覺得你不滿意的地方 你再用你的基本功去搞 除非你真的找不到 你花了很多時間你發現找不到 你再用基本功去把它刻出來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嗎 不要每次遇到問題就想著 喔我只有20個函數 我要怎麼解決 這個是學習的時候才有學 這樣可以好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了